美国男篮运动员竟然是航天工程师 他把短鸟盆带上了奥运会 同样是篮球 美国男篮拿到了冠军 而三人篮球却小组才出局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美国三人男篮中 其中一人竟然是个航天工程师 肯扬巴里 全球知名航天技术公司 L3 Harris的系统工程师 同时也是美国三人男子篮球的球员之一 他的老爹是NBA民宿里克巴里 两个哥哥布伦特和琼 也都在NBA效力过多年 布伦特还有两个冠军戒指 肯扬曾经在2018年的某一天 加盟了森林郎 然后还不到24个小时就被裁掉了 他作为职业球员最高光的时刻 竟然是在咱们中国的NBL 他在八场比赛里长军砍下27分 差一点就达成了180俱乐部 反正就篮球来说 他是家里最没出息的那个 但同样就篮球来说 他却是最像老爹的一个 他继承了老爹的端尿盆罚球 还把这个动作带上了奥运会 三兄弟里只有肯扬学会了这种罚球 并且在NCAA尿出了88%的罚球命中率 相比于篮球 肯扬的脑子似乎更值得宣扬 他在查尔斯顿学院获得物理学学位以后 又来到了佛罗里达大学 这样他就能离合反应堆更近一点 方便他进修合工程博士学位 闲瞎之余他也会打打球 一不小心就打进了美国三人篮球国家队 果然这脑子好使的人呀 干什么都不会差